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预告的 一模一样 昨天台北股市跌7点 记不记得 昨天台北股市跌7点的 一副很危险的样子 我特别跟大家谈到 月线的考验 重点 昨天虽然跌 几只重要股票 大力光 昨天大力光是历市上涨 创历史新高的 大力光已经5000块了 来到5095 外资竟然敢 把大力光拉上来 创历史新高 代表外资对于台北股市的多头 还是存在信心的 否则不敢去拉这种 最高价来创历史新高 所以平常教你们的一个看盘的技巧 股王 股后是多头的领先指标 股王股后也是多头的信心指标 这两支股票加上当 这个盘子不用怕 昨天6510的经测也是 历史涨上来涨2% 那今天一开盘 大力光又创历史新高 以前已经到5255块了 一张五百万 我相信你也买不下手 那也无所谓 大力光跟金测 两支股票愿意动 那么整个盘就会被启动 那你有很多的机会 你有很多的机会 重点是你要敢做 你要敢做 不要微微缩缩 今天成交量又恢复到1000亿了 所以整个盘照一启动 整个买盘就进来了 今天外资应该是会大买 因为监动股票都是一些法人的全值股 我们来看昨天晚上欧美股市的部分 昨天欧洲是上涨的 大概平均涨幅是0.4% 美国昨天稻穷是小跌的 可是科技股 科技股的部分是继续涨的 所以科技股这一块 其实对台北股市是有利的 亚洲股市没有昨天来的那么强 可是还是继续涨 香港又涨177点 香港昨天最多涨到300点 收盘的时候涨了大概200点 今天又继续涨 所以整个亚洲股市 目前也是表现还是不错的 那台北股市昨天独自弱 今天开始转强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几支重要的股票 大力光创新高 股后金测今天也继续涨 那包含营收发布出来台积电 台积电6月营收月成长15% 今天目前涨了3块半 2317的鸿海 6月营收成长12% 目前涨了1块半 2354的红准 月营收更成长到58% 所以目前红准是涨了3.9% 5264的凯胜 几乎都跟苹果有关系 凯胜6月营收月成长38% 目前也是涨了3.4% 所以可见得这些瓶盖股6月份营收 都有不错成长 那显然整个苹果的拉货 已经开始提前在进行当中 包含可乘2474的可乘 目前也涨了2.5% 可乘6月份的营收 也是持续月增19% 年增29% 几乎过完年之后 营收是每个月一直在升温当中 所以今天从瓶盖股领军 股王股后点火 股王股后一点火之后 大力光也带动了什么 3406的玉金光 3406玉金光 玉金光 6月营收也是月成长25% 那同时 3362的先进光 先进光6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目前也涨了4.4% 所以全部都是电子股的天下 6月营收一发布出来之后 整个电子股今天都很强 尤其是在营收上面有好成绩的 那这是白营营收数字的部分 在外资买超的部分 昨天外资买超第一名 还是联电 虽然目前联电在平盘 可是昨天外资买超第一名 昨天外资继续买了 大概三万张的股票 昨天外资 外资昨天是卖超二十几亿的 可是继续加码联电三万八千张 可见得外资在这上面加码的动作是很明显的 群创昨天外资也加码了一万张 所以群创今天也是开高上涨的 目前涨了2.6% 那大单很多 我们可以看到群创的大单 几乎都是大单 但这里面也有蛮多是做当冲的 五百张的 很多大单 甚至于像这种股票上千张都不为过 这种股票很好运用 你大资金的小资金的 都很好安排规划 六百张五百张 甚至于几千张的都有 几千张的都有 开盘这四千五百张 那除了群创以外 今天2409的友达也很强 友达目前涨了2.7% 在今天的高点13.1% 友达昨天在美股ADR的部分 一度大涨到4% 收盘的时候也大涨了3.6% 所以对于友达来说 ADR提前大涨 友达跟着涨 你看昨天成交量八万九千张 今天成交量已经六万两千张了 今天成交量一定会比昨天多很多 甚至于到15万张以上 都有可能 所以今天几乎是能够用的资金 能够用的工具全部都点火下去了 那这些都是外资的股票 所以估计今天外资应该是会大买 应该是会大买 那这个对台北股市的点火 当然是好处嘛 对不对 当然是有用嘛 友达尋创这两支 包含彩晶 这有持股的一定要报牢 这后面都有大行情 好 那今天我们强棒出几部分 我们来跟大家谈一档 也是六月一收创历史新高的 圣月1340的圣月 圣月目前开盘之后 目前是小涨了2.3% 涨了1块2 目前还在小涨的状况 可是你看到成交量昨天230张 今天已经493张了 今天开盘不到一小时的时间 成交量已经翻一倍了 已经翻一倍了 好 那我为什么特别今天 跟大家介绍圣月 因为圣月六月份营收 这次还没出来 可是实际的数字我可以念给大家听 六月营收3.34亿 创下单月的历史新高 那不断 不但是六月营收创下单月历史新高 甚至于第二季 第二季的合并营收 9点大概9.8亿 9.8亿 几乎是第一季营收的 快要翻一倍了 第一季是5.1亿 第二季是9.8亿 9.8亿也是创下单季营收的 季的新高 所以可见得第二季的获利 应该会有2块钱以上 因为第一季是0.81 因为这里面还有人民币升值的问题 那第二季人民币贬值的幅度相当大 所以这个回冲 也会加到第二季的部分来 所以第二季的每股获利 应该会超过2块钱以上 单季季的获利新高 跟月的新高 所以今天成交量开始倍增之后 黄金交代也出现了 所以今天在强棒出局部分 跟大家介绍这一档 六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连代第二季 营收也创历史新高的甚月 目前股价还蛮便宜的 股价还蛮便宜的 因为你看它每年获利 几乎都有7块8块 因为它原本应该都是8块9块 那会掉到7块是因为 配发股票的关系 股本膨胀30% 所以导致于获利变7块钱 那7块钱还是很赚钱啊 你看看光是每股净值就51块了 那以7块钱的每股获利来看的话 目前北比多少 连8倍都不到 只有7倍而已 北比只有7倍而已 北比7倍股价在股底 月营收历史新高 单机营收也是历史新高 这已经赋予它开始加速上涨的机会 指标也是向上的 所以今天特别跟大家推荐这一档 1340的肾月 也是一档底部的GEO股 也是一档底部的GEO股 那下午的节目 我会跟大家谈更多的东西 今天的分析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 按个赞 我会为大家收集更多的资料 提供给大家操作上的参考 我们下午见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控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